主料,虾500克,辅量,蒜50克,青椒100克,白蓝地200毫升,油,盐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卖回来的虾洗一下,过几次水,然后装在一个容器里,倒上白蓝地,白蓝地,只要没到虾的位置就可以了,然后盖上盖子,因为这个时候虾会跳来跳去, 一般上虾喝半少许酒就可以了,然后就烧红薄,把蒜包香,接着倒入切好的青椒,加少许的盐,接着就把醉了的虾捞出,分木屋内一起爆炒,接着就把刚才泡虾的那些酒倒入,这个就根据个人喜欢倒多少了,加入酒后一边翻炒,烹饪技巧,也可以用别的酒代替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